第二速需定期讲修持密法 若少疾病 就是你的身体疾病越来越少 就是我们在台中 这个有一位老师 林老师 他的太太 就是廖老师 就是有一次 他在自己检查自己的乳房 发现有硬块 然后呢就去医院检查 他怀疑自己得乳癌 因为他想起他的妈妈 40岁得到乳癌往生了 他的阿嬷也是40岁得到乳癌 他就想 我今年40岁 敢不中我 然后他就想 这就不行 他就去医院检查 那时候道场同修 有中山医学院的很多的学生来 就是带他到中山医学院 到台中荣总 到这个中国医院检查 那些医生都跟他说 你没有乳癌 你放心 你不要疑神疑鬼 那他就不关心 到台北荣总检查 到台北荣总检查 台北荣总医生说 我跟你保证你没有乳癌 你放心 他就说不行不行 请你给我检查详细一点 我就是要开刀 那医生说你很奇怪 我们一般跟患者讲 你得到癌症要开刀 那个患者都推三主事 哪有你这种患者 一直说要来开刀的 那就是 佛菩萨加持他的缘故 后来他真的开刀 开刀的时候 他在台北好像是 临口长庚还是台北荣总 记不清楚了 他检查的时候 他在开刀的时候 是不是有这个电视会转播 他在手术那个情形 他的先生在高中叫物理 当场看到都傻眼 因为你那个伤口打开了以后 乳房切开 看到这个肿瘤 良性和恶性的怎么分呢 用没有医学尝试用肉眼分 良性的他有一个丸呢 除非要去化验有恶性的 恶性肿瘤怎么分呢 那就是一丸旁边都抗红筋 抗青筋 有红的绿的血管这样扩散 而且会蔓延这样 他太太就是这样 右边整个乳房都是癌细胞 然后已经到腋下 所以当场整个乳房切除 连腋下淋巴都摘除 那先生真是傻眼 那先生是一个 应用理论物理的硕士 那太太是英文硕士 两个人都是高知识分子 他说他不相信这个情形 一点征兆都没有 只有他太太疑神疑鬼 认为自己有问题 后来他们就是接受了这个事实 从那一天起 两个小孩都要跟妈妈一起睡 因为这小孩虽然不懂事 都知道癌症可能会往生 都很害怕 都跟妈妈抱着一起睡 然后整天都在那边哭 楼梯间都种什么 小麦草 为什么 小麦草听说 可以致癌症 对不对 那我们有同修去问他 你嚼了这么多 效果怎么样 他说不是很显著 没有 也看不出很直接的疗效 后来他接受 他的上师的指示 应该说 这一段素氏因缘 他造业的素氏因缘呢 就跟他开始过去 他们都是官宦人家 由于草率 短暗 误杀 很多人 这些人集结起来 告他们 告淫了 所以从地府再索报 现在就是要来索命 所以他们家的人 四十岁左右 会一个一个死 他是四十岁发病 他妈妈也四十岁如来 阿嬷也四十岁如来 他再往上去查推 已经七个人 都四十岁上下往生 一般在医学 这个叫什么 家族病史 对不对 在佛法的英国概念来看 这叫做家族贡业 非常可怕 所以很多事情 在科学医学 没有办法解开的 他各种都有一个 潜在的因素 所以当他得到了 这样的一个 癌症的症状以后呢 他们就接受他上师的指示 你这个害死这么多人 光在那里随喜的布施 行善 在家里拜佛念佛 那是绝对来不及 你们要红法 于是他搬出老师宿舍 租了一个公寓 然后设了一个家庭佛堂 专门度亲戚 邻居 同事 就是在那边 一直去度他们来学佛 借这个力量 来消除他的这个生死重罪 这个 他的太太就是廖老师 他很感慨 他如今还健在 他现在已经 一般的癌症 差不多五年左右 大概会往生 他大概他已经十多年了 廖老师说 当初跟他一起 接受化疗的病友 有二十八人 如今无一健在 无一幸存 通通往生 只有他活下来 所以佛法带给我们 在医学科学 没有办法超越的疾苦 病痛 他可以藉由佛法得到解脱 那再来呢 在苏西地讲 若发圣会 什么叫若发圣会呢 持密咒 修持密法的人 你会生发殊胜的妙智慧 怎么说 就是由一个人 他的智慧 如果只会追逐他 眼前的事业 学业 感情 衣食等等 那就是凡夫的世间智 世间智再高 就是吃饭 花钱 很方便 买很多东西 或者很有权利地位 但是呢 初世间智 如何开启呢 就是 秀持密咒的人 他也会生发圣庙的智慧 但是呢 这个就是 有机会 接触佛法的时候 才有我们以后有缘 再来谈 什么是空性的智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